字幕君 字幕 李宗盛 沒錯又到了 TURDEY KIDU LIMAE Alla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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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時間了 沒錯 我是你們 沒有我今天不是 壯學長 我是來自 真心正的小匙 對大莫博士 為什麼你一直在我媽媽旁邊 為什麼 好冷靜 有沒有看到我今天的衣服 花得很可怕 每次我今天要來講 神奇寶貝 神奇寶貝應該算是我國小所有的回憶 而且自己依然還是會玩 所有神奇寶貝的電動 今天不是要講電玩的 今天是要來講神奇寶貝系的玩具 有沒有看到我剛剛手上拿的寶貝球 那你們知道寶貝球裡面裝的是什麼 寶貝球裡面裝的是 另一個寶貝球 這什麼奇怪的設定 那你們知道 這寶貝球裡面是什麼嗎 對 這裡寶貝球裡面 是另一個寶貝球 好啦 不是這一個 今天要介紹的東西跟寶貝球有關 除了這個東西以外 還會抽獎 好 那我們快速上到就是 Meture 就是這一個 是感到寶貝球 今天十一月要發售的神奇寶貝電玩裡面 真的有寶貝球巨大化這件事情 但這個不是什麼新品 跟那個真的沒關係 但是我不知道這個寶貝球它是什麼出的 我查不太知道它的品牌或者資訊 這是我那時候住在日本在拍賣山看到的地方 那時候我很著迷一個東西 然後我就狂買那系列的東西 所以這個寶貝球就是這個 它會打開是個便當盒 對 它其實是一個夜燈 因為那時候我非常迷夜燈系的東西 有一個玩具裝的東西很超讚 我下次介紹 然後這個寶貝球的夜燈 它是需要用四顆三號電池來驅動 然後這個夜燈這個燈罩上面 它就是有很多 有點像神奇寶貝星座的圖案 我覺得Man可愛 那時候我真的很著迷這種 灌燈之後開了會有圖案的燈 對 這顆寶貝球夜燈它有兩種模式 一個就是開了之後它會發亮然後旋轉 另一個模式就是發亮旋轉 然後它會有神奇寶貝的音樂 對 那種音樂就是 你只要有玩電動有看卡通的人 你就會覺得 天哪 好懷念的神奇寶貝的音樂喔 那時候就覺得這個應該是非常讚 所以就是閉著眼睛就賣了啦 這種性質的燈齁 都會有個小小的缺點 就是它的轉的馬達聲 通常是有點吵 因為你看那個拍賣上面 它就是展現了一個灌燈的圖案 然後你就會覺得天哪 這個睡覺的時候開一定超療癒 還有音樂就覺得 哇天哪 這必買啊 然後那時候我日本的家蠻小的 睡覺前開下去那個感覺 我是覺得還不錯 音樂也很療癒 馬達在轉的聲音 都蠻吵的 其實大概開個一下下你就關掉了 如果是來自正心的小女生 還是請問這個寶貝球呢 而且如果你有這個寶貝球 再加上剛剛那幾個 沒錯 來 你就又可以組一個 俄羅斯吧 對 但今天主要不是要 介紹這個寶貝球 而且俄羅斯娃娃這招已經玩過了 今天主要是來介紹等一下的玩具 而且這個玩具介紹完 它會抽出去 絕對抽 我們快速上到 就是 沒錯 就是這個方口的 POP經典的招牌球 可是有沒有發現 這次長得有點大 就跟我們寶貝球一樣挺大 沒錯 隊長這個人很簡單 欸 不是隊長 我今天是小智 小智這個人很簡單 只要大我就給讚 所以請幫我按一下下面這個影片讚 這個Pika球其實大家一定有看過小的 大概都是3吋 這一支10吋 這個台灣就沒進口 這個是美國限定的 這幾個片文會告訴大家怎麼抽這支 所以請慢慢看完喔 好 那我們現在來猜一下這支 10吋的Pika球 嘿 很搭這個球唄 其實好像也沒有到很大 只是比它通常版本的大很多 方口POP系列都是做頭 有點正方形 黑眼珠變超大顆 個人是比較沒有特別收集這系列 那這支覺得還算蠻可愛 而且台灣沒有 就覺得好像該買 沒錯 這種就是買來當門神放的那種 或者是你可以買一系列 它就可以做一個俄羅斯系皮卡丘 或者是跟你的小智放在一起 有一種我才是你的主人的感覺 好 看他這是Pika球 這頭感覺蠻輕的 可是我覺得這個黑眼圈有微微可怕 感覺半夜起來 你要看到會嚇到 我很常被我家那個阿薛嚇到 這樣看很像11月神移寶貝星座那個巨大化了 你看隊長是不是很會買 電源動還沒出 我就寫款期了 誰最棒 那麼最棒 對 沒錯 Pika球真的是我小時候的回憶 就是從3年級還是4年級的時候 因為我小時候都沒有任何一個電動 好不容易有一點固定跟我第一期 兩個人的紅包拼起來 然後去買了人生中第一台 Gambo之後 就是瘋狂的玩神奇寶貝 黃版 藍版 綠版 對 而且我覺得你只要小時候缺乏什麼 像你的朋友都在玩Gambo 你小時候沒有玩到 你長大 有經濟能力的時候 你會瘋狂的一直買 一直買類似的東西 就是彌補那時候回憶的感覺 因為後來也出了很多 復刻的2DX3版主機啊 Switch皮卡丘限定機啊 就任天堂 只要出到神奇寶貝懷舊系列 或者是跟我那個年代有共鳴的 我就狂賣了 對 就是彌補小時候 沒玩到那段的回憶啊 對 大概就是這樣子 今天這集比較Peace 今天這集主要就是要抽這支皮卡丘 這支美國限定喔 10吋 Funkle POP皮卡丘 對 因為要慶祝一下 隊長頻道快滿5000人 希望可以成長的速度可以再快一點 所以我們打算來抽這支 是不是很佛 對 因為要感謝大家熱情訂閱 和吃貨恐龍的抽獎 反應非常好 好 接下來跟大家講一下 怎麼抽這支 一樣訂閱隊長頻道 按下去之後 在這個影片底下留言 看想跟我說什麼都可 或者是你直接 留個抽我抽我都可隨意 因為抽獎器都是從留言抽嘛 各位完成這兩個步驟即可抽獎 玩法跟上次吃貨恐龍一樣 我會在之後的影片公佈 這一支的線上直播抽獎時間 請大家千萬要鎖定 因為上次那一次直播 抽到非常多人都不在 如果人都是看到回放之後才留言 這樣抽到我好可惜 唉 要送禮物 你們不來看我也沒辦法啊 而且上次大家都抽得很雀躍 所以我打算再來一次 直播時間會在之後的影片公佈 請各位敬請期待 大概就是 這樣子 我是來自真心正向 我們下次見 拜拜 不行啦 我覺得沒聽到 我是亂買隊長 很奇怪 再解一次 我是你們的路隊長 李永萬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